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做的包子总是偏黄 而外面买的包子都特别白 不仅卖相好 口感还很松软 早餐店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才能将包子蒸得又软又白 其实关键不在于手法 而是在于一个不见的人的神助攻 不少人羡慕早餐店的包子蒸得好 但你可能无法想象 那些看起来白白胖胖的大包子 很可能是有毒的铝包子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是铝包子呢 有些商家为了利益最大化 会在蒸包子时 添加一种叫香甜泡打粉的东西 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甲 或是硫酸铝胺 更通俗的名字叫做甲铭帆和氨铭帆 铭帆中含有铝元素 而铝并非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过量摄入会危害身体健康 所以在2014年 我国就禁止将铭帆用于小麦粉制品中 违法添加含铝泡打粉制成的包子 就被称为铝包子 值得警惕的是 尽管国家已经有明确要求 路边小作坊内的铝包子仍履禁不止 光是2015年到2016年间 北京大兴区就有60余名餐馆经营者 被法院判刑 同时还要缴纳罚款 他们为啥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放铭帆和放酵母的包子有什么不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说好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早餐店却偷偷制作有毒的铝包子 宁愿冒着被判刑的风险 也要在包子里添加香甜泡打粉 这是为什么呢 香甜泡打粉的主要成分是铭帆 铭帆能让面食快速发酵 并变得蓬松和酵母的作用差不多 而早餐店之所以要用铭帆代替酵母 主要原因使铭帆的效果更好 用酵母发酵的包子 蓬松度不稳定 掌握不好用量和时间 就会很紧实 有时也会看起来很黄 整体脉象不是很好 对于早餐店来说 脉象直接影响销售 而铭帆发酵的包子又蓬松又白 而且发酵速度非常快 但铝包子的完美脉象背后 却隐藏着对身体的极大危害 冥凡中含有铝离子 过量铝离子进入人体内 是无法被消化系统代谢的 因为铝具有聚集性 所以会大量堆积在骨骼和器官内 轻则导致记忆力减退营养不良 重则可能损伤骨骼 造成骨质疏松 关节疼痛等等 儿童过量摄入铝元素 会影响智力和身体发育 老年人过量摄入铝元素 可能会增加患痴呆病的概率 正常情况下 人体内铝总量是50到100毫克 当聚集量超过5到6倍时 可能会妨碍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 表现为食欲不振和消化不良 那么问题来了 早餐店的铝包子铝禁不止 作为消费者 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呢 长期食用铝含量超标食品 会对人体的骨骼和神经造成严重损害 但售卖含铝泡打粉并不违法 油炸面制品 面糊 果粉和煎炸粉 都是允许添加含铝泡打粉的 要求成品中铝的残留量 小于等于100毫克每千克 掌握好用量就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但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商家想买 随时能在市面上买到含铝泡打粉 这就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分辨能力 第一观察颜色 铝包子看上去会格外白净 个头大而且很饱满 基本没有发酵不均匀的地方 也不会有发黄的痕迹 所以越是看起来完美无瑕的包子 越有可能是有毒的铝包子 第二观察蓬松度 正常情况下发酵出来的面比较结实 蒸出来的包子是有重量的 面皮撕开后能看到不均匀的气泡 按一下很快会弹回来 而用含铝泡打粉蒸出来的包子 一般都是虚胖 使劲一捏 能捏成很小一团 并且回弹速度很慢 第三品尝味道和口感 正常包子会很有嚼劲 由于发酵过程中会产生酸味 蒸好的包子也会有点酸味 而铝包子口感非常松软 不会有发酵后的酸味 反倒与面包味道相似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